我是来自于中国甘肃大西北 像在我们的家乡 因为比较偏僻 整个经济的发展没有这么现代化 这么繁稳 但是在遥远的南中海的边上的马来半岛 跟我家乡的文化非常相似 尤其是我们在理解这个爸爸娘儿文化的时候 更多的感受到跟我们文化的相容 共通 他娘儿的很多的元素在我的家乡依然存在 尤其是我们看完这个娘儿婚礼 基本上跟我家乡的举办 我们小时候举办的婚礼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虽然我们听不懂娘儿的话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你看他所有做的动作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 尤其这个重点的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夫妻对败 这个结婚的整个吹索 那像跟我们那个小时候的记忆中的婚礼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个文化的交融上让我们觉得我跟马六甲没有距离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在这里生活十多年 马来半岛 或者尤其是马六甲的人文 我觉得这一个多元包容人跟人家的和谐相处让我蛮感动 我没有异过他乡的味道 也没有异过大家的感觉 最最感动我的是这里的教育 华人教育完整的保留与传承 让我两个孩子受益匪浅 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也是非常荣幸享受到了 华文教育的这个带来的便利 跟他对孩子未来成长的这种帮助 从小一路走来 我们儿子有读玉门小学陪分中学 老师对孩子的关爱我认为是发自心底的 我们能感觉作为家长能感受得到 对于这种华人文化的整个忠忠老师 忠忠家长 仁义廉耻 忠孝 我觉得这些文化都伴随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忠实的受贿者 我们很感激在马六甲的这个日子 当然我刚刚也是分享的 我的后半辈子都在这里 我们也选择去哪里 我很喜欢这里 我有这里也有非常好的朋友 我的生意也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实际上努力工作努力生活 像这里的周末家庭日的文化 我都非常喜欢 没有了人际之间的这种应酬 没有了人跟人际之间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是回归正常 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 因为我来马六甲之前 我在深圳生活十多年 高节奏快速的生活 我们的身体都非常透支 但是在马六甲来了之后 首先身体好了 心情愉快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拿金钱能衡量的 当然跟本地的朋友相处 员工相处都感觉很比较轻松 比较舒服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选择 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的选择不对 也没有因为这个选择后悔过 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感谢马六甲这帮热度 让我们能在这里很快乐 很幸福的生活 每天都能感觉很快乐